以後開燈起雀 甘啟稻 開燈開 在眾人的見證下 大理鎮坤公順利點燃 酸農土豬的巨型燈會 搭配一旁多彩繽紛的花燈彩繪 美不勝收的情景 讓現場的民眾相機拍個不停 現場網如不夜塵 這時候 剛好 我們這個高的主席 要由我們生活的競爭一項 我們來開這個廣年 來開這個廣堂 讓我們明年度的時候 幾幾乎都平安順時 大賺錢 錢大賺 賺大賣 為了迎接元宵節的到來 各地紛紛舉辦燈籠彩繪活動 而為了讓燈會更有看頭 大理鎮坤公特別請人 製作大型雙榮土豬的燈會 讓地方也更有小過年的氣氛 而在海線部分 大甲文昌池今年也邀集了 200多個學生 一起創作花燈 各式各樣的學生作品 裝飾在文昌池內 讓元宵節的氣氛更加濃厚 我們結合社團 由我們藍區胡倫社 常年來推動彩繪燈籠 讓我們在地的學生 小學 中學 高中的同學 一起來做彩繪燈籠 公所也表示 今年有地方公益團體贊助 加上大家對吉祥農年的期許 讓作品的數量突破新高 可說是最有看頭的一年 民眾如果不想人幾人看主燈會 不妨可以選擇地方的燈會活動 同樣也可以感受元宵熱鬧氣息 記者在這為台中場報導 感谢观看